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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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先出去 好 刘小湘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找你啊 有事啊 你昨天是不是去电脑城了 对啊 我看见你了 我叫你你没听见 给你打电话说停机了 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好久不见了 没什么情况 你换什么号 躲人呢 还是躲债呢 我真的想买个电脑 你认识人吗 你早干嘛不找我呀 你现在有时间吗 早 我带你去 姐 你 你怀孕了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我才怀两个月 要等到四五个月的时候才会显怀 要等这么久呢 你肚子这么平 我这干儿子在里边待着能舒服吗 我这干爸爸都着急了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啊 下次别开这样的玩笑了好吗 我干什么玩笑了 姐 你预算是多少呀 如果想配置好一点的话 四千多块钱我可以帮你搞定 找什么人打个折 然后再送你一些电脑配件啊 电脑包什么的 四千块钱太贵了 那三千多块也行啊 如果就平时上个网呀 写点文件什么的 三千多块钱的电脑处手有余吧 我的预算是两千块钱 大姐 这机器 两千 这水货也没这个价呀 你倒我 我到哪儿进货去是不是 如非我偷一台 那嘉明那算了吧 两千可以的 两千真不可以啊 我说可以 真不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可以 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嘛 不可以我知道也不可以 嘉明我不想买了 咱们走吧 谢谢啊 不好意思 大姐 房租我不要了 那那那 大姐 大姐 等会儿等会儿 好商量 好商量 姐我没想到你这么能砍价 两千块钱就把这台电脑搞定了 你刚才是假装说我不要了我走我走 其实是等着他叫你回来是吧 不是 我是真的要走了 我也没想到两千块钱就能买一个电脑 这电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怎么可能 小熊是我朋友 这质量你完全可以放心 再说了 万一这个电脑出了什么问题 那还有我呢 我保证 给你终身免费维修 那你说他还挣不挣钱啊 多少挣给点吧 你朋友长得就挺憨厚的 胖乎乎的 他真的挺仗义的 我给你免费终身维修 你怎么不说我仗义啊 你当然也仗义了 我拐弯就到了 那我走了 谢谢啊 不谢不谢 拜拜 拜拜 你怎么住这儿啊 你家别墅区不是离这儿好远吗 你搬家了 爸 还是你又离家出走了 你这又换号又不着家的 能不能让人放心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孩子 妈没教育你吗 别人不想回答的问题 就不要刨根问底 拜拜 你自己呢 你怎么样 我又没换号 我也没搬家 不过嘟嘟走了 分了 我也不知道 他不辞而别 就给我留了一条短信 让我别再找他了 以前我们吵架 最多也就几天 然后就好了 这次都一个多月了 他也没跟我联系 估计是黄了吧 黄就黄了吧 分了也挺好 又省心又省事 他走了一个多月了 他说不让你找他 你就不去找他了 你们俩好了那么多年 说分就分了 你心里肯定特别难受 对吧 孩子的事 大人能不要过问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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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喽 这么早就刷牙了 你考上回来了 我跟你说啊 以后像今天这样的客人 你少可以带过来 我少没今天 今天赔的为止了 你明天再帮我准备一个电脑包 一个无线的鼠标 然后还有一对小音响 还有一个十六G的U盘 看一看 又在房租里啊 你那儿还有新的游戏吧 我又没说不算你钱 放开 你搞什么呀 那我不是白帅的 好 演得不错 改行当演员了 我们公司因为 开始上线网络销售 但是没想到业绩太好了 这服务器啊 根本就跟不上 一下子就处于瘫痪状态了 你到底行不行啊 说我不行是吧 不是 说我不行我走了 开玩笑 玩笑开不起啊 我告诉你 咱们这个区一半以上超市的电脑 三千台 都是我们公司维护的 确切地说是我一个人维护的 你说我行不行 你说行就行 我是在网上 看见都给你们五星好评 所以我才想试试的 其实也未必是服务器出了问题 不过我得先看看 能给我带个路吗 行 这边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好帅啊 零零七 你这样的帅哥不去演戏太可惜了 工作的时候不再这么聊天了 其实你做模特也行啊 我们公司经常举办服装发布会的 想不想试试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美色当前要不为所动 你这是在说我们爱说你自己啊 刘总回来了 这位是凯西姐从电脑公司请的工程师 在帮我们检修 她说未必是服务器跟不上的问题 出去 原来这是你的公司啊 我该说冤家路窄 还是该说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小了 谁啊 谁派你来的 你那些得力的员工嘛 李小强 什么 他是你 这次又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准备从我电脑里能做点什么 等下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顾忌重演 你是心虚吧 要不就是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如果我对你的服务不满意 我该怎么做我想请教你 你可以投诉我 工好零零七 很好我会的 鉴于对你以前人品的质疑 我请你停止对我电脑为后 而且呢 我的电脑如果有什么资料外录 我会第一时间报警 听你起来 这是你位子 座里没那么舒服嘛 不是 刘光阳 你凭什么污蔑我呀 你是公报私仇是不是 不是 但我觉得 你们为了整夸我可以不做手段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说我可以怎么说都可以 因为我对你有一百个不满意 你干吗说于小强啊 他是你老婆 但我确实不了解他 我更不了解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勾当 逢人之心不可无啊 这是你给过我的教训 至于以前你们俩做过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我可以既往不咎一笔勾销 但前提是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 看见你算我倒霉 要是我每天的客户都跟你一样 这世界还不疯了 那就在世界疯之前 请你回去转达于小强 不要派他的小男朋友到我公司来 做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了 为他肚子里的孩子 他也应该这么想想 做人这后头 你才是哪个疯子 getting rid of him 你不正 就想一看 江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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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明 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喝多了 没事吧 没事吧 就睡会儿 好 我带你 我接电话你一直也不接电话 方方都告诉我了 刘光要投诉你了 你们公司把你给辞了 你现在没工作了 都督跟你也不好了 你心里肯定特别难受 所以一个人在家喝闷酒 其实我想跟你说 其实我现在跟你是同病相怜的 其实我现在跟你是同病相怜的 我已经离婚了 那天我回家 你问我为什么往那个方向走 其实我现在已经从你家里搬出来了 我住在外面 你知道我离婚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吗 他们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老刘的 他们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 家民 家民 刘光妙他是个混蛋 你和他离婚是对的 姐以后就让我这个弟弟来找 好 看你吧 刘总 你看 我 我 你先出去 请你也出去 我先先出去一下 喝茶喝喝咖啡 不必了 我不是来做客的 咱们还是这来这去吧 你怎么还这样 咱这岁数了 有些个性该改一改 我记得你在家没事的时候 还喝点茶是吧 正好刚泡了 走吧 还没事 你给包嘉明他们公司打电话 吴忠生有投诉他 对吧 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事来的 电话是我打的 投诉也确有其事 但你这话说对了一半 我不是吴忠生有 你们公司所有的人都能证明 包嘉明不可能偷盗 你们公司的资料 也不可能让自己维护的电脑中毒 他是一个手艺人 光明正大挣钱 你有什么资格诽谤他 我告诉你刘光耀 人要为自己 所做过的事情负责任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呢 你给他们公司打电话 道歉 澄清事实 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 是的 我不打 我可以告诉你理由 第一 包嘉明在新闻发布会上砸过我的肠子 对我和我们公司的声誉 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这是前程之间 于情于理 我不得不防 我不可能让他借着维护电脑之名 接触到我们公司的商业秘密 这点想必你能理解 第二点 我想我 我可以打一个电话 既然咱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我 我那么做呢 大家的日子可能都好过一点 可不瞒你说 我心里过不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 这个电话你是打还是不打 我不打 那好 我现在就到外面去 我跟你们公司的全体员工说 我肚子里怀的孩子是别人的 我给你们刘总的头上 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我是 就是 你总的 你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不可能 我还不了解你 什么事都自个儿扛着 说吧 安心 我决定了 带你去我们家 见我妈吧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姐 谢谢你 谢谢你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太仗义了 咱们不是说好了我罩着你吗 到头来还是你罩着我 我老板让我回公司了 他还跟我道歉呢 工资都补发给我 我知道是你帮我的 你去找刘光耀了是吗 就这事啊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你电话里跟我说说不就行了吗 以后你不许去了 我去哪儿啊 找刘光耀啊 不行 以后他要是再欺负你的话我还会去的 不许去 你答应我不许去啊 而且 你还得答应我 以后不许生气 不许发飙 不许吵架 天天都得开开心心的 一切都为你肚子的孩子 那你也答应我 以后不要大半夜的把我低楼起来 就为了跟我说声谢谢好不好 我不光是为了说谢谢 我要你答应我 不许吵架 不许发飙 不许生气 每天都得开开心心的 你说一遍 你说什么啊 就我刚说的呀 我刚说什么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困了这儿 那那那那你回去吧 早点睡吧 没事了 那我走了 你走吧走吧 做个好问啊 还有别的事吗 慢点走 慢点走 阿姨 对 初次见面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完美了 应该的阿姨 来 喝茶 谢谢 给您带加点水 不用 阿姨 我听老刘说您的身体很好的 叫我们家儿子老刘啊 我儿子有名字 我就是觉得这么叫着比较亲切 再者说他也喜欢我这么叫他 是吗 儿子 原来你喜欢让人称老啊 妈都不知道 没有 在那个公司里同事这么乱叫 习惯 其实我知道 在妈妈心里啊 这儿子永远都是小孩子 听见没 你要在这儿不听话呀 我就帮阿姨教训你 她有妈呢 我的儿子我会教育 不麻烦你 不麻烦阿姨 那也得经过我同意啊 有哪个做妈的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教育 是吧 好了好了咱们那什么不说这个 妈 蓝芯呀在外面订了一桌饭 您看要不咱们晚上外面吃去 对呀阿姨 我专门订了法师大餐 要提前一周预约呢 我喜欢吃中餐 那也不能天天吃对吧 今天就当换换胃口 光耀啊 听见了 人家喜欢换换胃口 我不奉陪了 不送 你怎么还笑啊 好玩 今天只不过跟你妈是第一次见面 不过我得出三个结论 一 你妈不喜欢我 二 她防着我 三 我蓝芯只需要一个机会 机会一到 搞定你妈一定没问题 要不然我世界五百强白呆了 我来 我去 不是 你别吃啊 人还没到呢 真的 那大姐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姐 那方方什么时候来啊 刚刚说快到了 是吗 那我去接他啊 我家小雄不会真喜欢上 你家方方了吧 那还用说吗 那他们俩有可能吗 方方说她喜欢老男人吗 我还喜欢老女人呢 你口味好重啊 什么味 中午吃的韭菜盒子 我还吃两碗蒜了呢 我的意思是说啊 方方她也不一定就喜欢 年龄比她大的老男人 那是 说跟做肯定不一样 感情的事谁能说得清楚 像你这样的 谁会想到还喜欢 年纪大的老女人呢 我什么时候说 我喜欢年纪比我大的 你说你喜欢老女人啊 我说的老女人 也就是跟你年龄 差不多的那个女人 我老吗 那你至少比我老点吧 你喜欢我吗 大姐 你口味好重啊 你别乱我啊 你要把我打残了 你得养我 半杯子 一杯子 不下杯子 我的梦想就是 不当土豪 我的梦想就是不当土豪 谁是土豪 我爸妈呀 他们是种茶叶的 他们老想让我继承家里的茶园 我爸妈呀 他们老想让我继承家里的茶园 我爸妈呀 他们老想让我继承家里的茶园 你看啊 我和小熊一起在大学里 学的计算机专业 他生意做得多好呀 我跟他一比 简直是一无是处 你不用跟别人比嘛 人跟人没有可比性 你还那么年轻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人生都是此一时彼一时 你可以跟你的过去比 如果你比过去强 你就不是一无是处 大姐 你说的话怎么总是那么有哲理啊 因为我是老女人 不过我现在真的比以前好了 现在我靠着给别人修电脑 已经有一批固定的客户了 所以你才打算跟小熊一起干 你也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过他才是大股东 他为了创业把电脑卖了 我算是技术入股 我要负责拉客户 负责技术管理 那这个你是行的 你对我有信心啊 那当然了 必须的 绝对我支持你 干吧 你呀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 领挖 领挖 我这什么个意思啊 芳芳 谁让某些人人见嘴见呢 你还说 我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那你钻呀 你钻呀 我胖不行吗 你还知道你胖啊 两位啊 咱们咱们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啊 我刚刚跟大姐说咱们俩创业的事了 是吗 绝对是好事 你们俩好好干 我支持你们 谢谢大姐 对 姐 你说得太好了 那我说错了 我自罚一杯 自罚一杯啊 姐 我敬你 不 姐 你还都喷到锅里了 我一会儿我们还怎么吃啊 算算 我们也不嫌弃你 芳芳 我们俩敬她们俩一杯 你不能喝 你怀孕了 我密一点 你密一点都不行 那你给我要个饮料 饮料你也不能喝 那我喝什么呀 我 我去给你买酸奶吧 我 我去给你买酸奶吧 那儿的酸奶特别好 你等我一会儿啊 小强 这个小男人倒满会照顾人的啊 对了 我跟你说 你晓得 他们那个电脑公司叫什么名字吗 我跟你说啊 叫 暴雄电脑公司 吐吧 吐吧 太吐了吧 暴雄 不过也不吐 我好像跟她的长相挺相符的 不吐声威 对 我们公司啊 一定会赚大钱的 需不需要我拿人出来入股呢 你说真的 说真的 我真需要钱 这回啊 我算是真掏空了 但这公司开张嘛 多少得有点周转的资金嘛 要不然这个垫个款 是吧 付个订单的什么 都需要钱 你的意思是说 拿现金出来周转啊 那你不要看我啊 我刚刚失业 我没钱的 小熊 你们现在需要多少钱呀 至少 五万 五万 来喽 现在可以干杯了 可以干杯了 为了事业蒸蒸日上 尽所有的 创业者 是吧 希望天上掉无数的馅饼吧 开始 此时此刻我变年轻了 活力死亡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 在他们的感染下我知道 生命不是因为年轻而精彩 而是因为精彩而年轻 你轻声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你知道朱总那边 三百台店的一年的维护费是多少 多少 听你说的 也就是说这么大的诱惑 为你拒之无奈啊 对 我告诉你 男人要做成事 必须要经得起诱惑 还要耐得住自己 可是说实话我还是挺纠结的 你说 就是说我跟朱总签了也就签了是吧 这做生意嘛 我的价格比原来的公司低很多 他当然择优录取了 再说了 现在从公司吵吵走的 带走客户也是很常见的事是吧 那如果你答应了朱总 那岂不是横刀夺爱吗 对 这朱总吧 跟我原来的公司呢 他们的关系呢就是原配 我原来的公司呢就是她的大老婆 我呢就像朱总想三人一样 大老婆呢就是又老又独板 这小三人当然是水平了 那你说她干吗不喜欢小三了 是不是男人都喜欢小三 说错 没错 我又进一步地认识了你 姐 胡 我只是打个比方嘛 我只是打个比方 你不要胡思乱想啊 我没有胡思乱想 你的比喻很恰当 我就是那个原配又老又死吧 所以才被人遗弃 有了今天这个下场 我没有说你 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扯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什么样的人啊 我心里知道 你心里也知道 我知道我在自己心里 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不知道在你心里 你是怎么想我的 难道你是一个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吗 我是啊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你至于这样吗 姐 我到了请留步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只有喜欢一个人 才会莫名其妙地冲她发火 你是不是这么想你的 你是不是个人 我们是一个人 莫名其妙地冲 有个人 大宗人 对 我们是一个人 优优的 老娘 就是 private家 但是我只是 Vai 胡 na 我 你们会看到 我们的 好 喂 佳明 出来见个面吧 知道自己错了 这么久都不联系我 我今天没空啊 我上班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飞 你不飞了 什么情况 想接地气了 不想飞了 什么说不飞就不飞 连你我都舍得 还有什么不舍得呀 什么意思 佳明 啊 我们分手吧 我就知道是这样 你怎么这么淡定啊 我们过去吵架没几天就好了 这都一个多月了 你一个电话都没有 还不够明显吗 无疾而终啊 也算是分手最高境界了 什么叫无疾而终啊 我不耽误你 你不耽误我是这意思吧 你是不是真跟于小强好了 你神经病吧 你别拿于小强说事 你这样说人家多不好啊 看你急的 真为对方着想 你能不能说点实话呀 到底为什么要分手啊 你给我个理由 你给我个理由 好啊 我实话告诉你 我和你在一块儿太累了 我不想过那种 吃二十八块钱小火锅的日子了 我也不要我喝杯咖啡 还要用积分去对 我更不要我看上一个包包 你要跑过去问营业员 可不可以分期付款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那你到底要什么生活呀 你说我物质也好 你说我败金也罢 反正我就想看上某样东西 我可以不加思索 毫不犹豫地出售把它拿下 那我可真没辙了 那我可真没辙了 我们就这么分手 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你逗我玩了 不是这个意思 分手也可以有惊喜啊 要不你再给我个惊喜 最后一个 好 那我答应分手算不算惊喜啊 我等等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还能给你什么惊喜 那你还记不记得 你答应过 要送我一个新包包 好 想买什么买什么 包家明 你太帅了 够满 你才知道 不过现在也不算满 不过我们相爱过一场 那我去买了 好 一会儿就回来 那个什么 还怀着孕呢 医院里别待久了 回吧 那你小心点啊妈 没事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别走啊 我们谈谈 没空 喝杯茶的功夫总有吧 我请你 无缘无故 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邀请 就算是我有事情向你请教吧 请不要拒绝我 功夫茶的意境呢 就是功夫二字 什么事都要下功夫 对吗 有什么事要说就快点说吧 好 那我就开门见山 谁让你来医院的 是老刘吗 怎么 我来看一个叫了七年妈的人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这一点 我要向你与小强好好学习呢 你这叫做人 你来看老太太 公司的人知道了 会说你有情有义 老刘知道了 会觉得你善解仁义 老太太嘛 老人家躺在病床上 有人叫医生妈 这心里自然是暖暖的 你做人做得真到位啊 我拦心自愧不如呢 我走了 以后就不要来了 可以吗 什么意思 余小强你是个聪明人 我和老刘迟早会在一起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行吗 原来你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啊 你怕我对老太太好 老太太就不接受你了吧 功夫差不到火候的确不太好喝 我一直以为你所向披靡无所不能呢 原来你也有心血害怕的时候 大家都是女人 何苦相互为难呢 你知道我是真心实意 想和老刘结婚的 你也应该好好地和你那小男朋友相处 挤进我们的生活 对你有什么好处 是谁挤进谁的生活 你想好了以后再说好不好 如果没有你的出现 我跟老刘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吧 余小强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你和光耀之间的问题是在于多了一个蓝心吗 遇到问题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 你们的婚姻要真是坚如磐石的话 天打雷劈都毁不了 你还没有结婚 你品尝一下婚姻再说这样的话吧 不要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你文雅点 难怪老刘休了你 请问你做过文雅的事情吗 你在我们的婚姻中 扮演的是一个文雅的角色吗 你在都督那挑拨离间 让她不分青红皂白跑到家里大闹 借刀杀人这一招你做的够阴险 你说的没错 如果我们的婚姻坚如磐石 外力再大也推不到她 所以我不后悔离婚 我后悔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戳穿你 但是人在做天在看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时候一到通通都报 时间会给我们一个答案的 好 我拭目以待 不过我要提醒你 不要在你前夫家人面前下功夫了 说好听点你是做给人看 说难听点不就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他挣点抚养费吗 别再自取其辱了 别再自取其辱了 铺子 那实话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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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干嘛 睡觉 你干嘛睡这儿啊 我累了我就睡了 你干嘛呢 我回家呀 姐 我饿了 我能去你们那儿蹭蹭饭吗 你吃饱了吗 还要吗 姐 我对不起你 怎么了 小熊告诉我了 那五万块钱是你借给他的 他可真够混蛋的 他怎么能跟你借钱呢 你现在怀着硬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你又没什么积蓄 你的收入又不多 他怎么告诉你了呀 那钱我是借给你们俩创业的 创什么业呀 你还记得那个朱总吗 我都把他给拒绝了 小熊居然背着我去跟他签约了 就算是创业也不能丢了做人的底线 你说是吧 我跟小熊掰了 我不跟他干了 你说什么 你们俩掰了 掰了 你们俩现在不在一块干了 不干了 那我那钱本来是借给你的呀 我知道你肯定不要我的钱 所以我才不让他告诉你的 你们俩是要掰的话 我钱怎么办呀 那我肯定要把我的钱要回来 反正他给我打了欠条的 姐 那钱要不回来了 为什么呀 我把它花了 全花了 全花了 那么多钱你是怎么花的呀 我 我给都督买了个包 五万块钱买了一个包 都督跟我分手了 他想让我最后一次再给他惊喜 我不知道那个卡里的钱是你的 我也不知道那个包居然要五万块钱 我随手就把卡给他了 姐 你放心 这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我不是说钱 兔兔跟你分手了 分手了 彻底分手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什么事 都督曾经去过老刘家 他怎么会去老刘家 是蓝星告诉他老刘家的地址的 蓝星挑拨了一件 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好 都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跟你分手啊 不会 不会 就算他以为我们俩有点什么 他也不会相信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毕竟我跟都督这么多年了 我包教命是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清楚 他今天跟我说了 他跟我分手真正的原因 是我给不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 一个包五万块钱 你说这种生活我怎么给 你 姐今天是几号 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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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号真是个特别的日子 小熊跟我掰了 我工作也没了 好了这么多年的女朋友也跟我分手了 你说我在这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今天也是我最倒霉的一天 老刘的妈妈摔了一跤 我去医院看她 碰到蓝星了 她就把我拉到一个茶馆里 说了好多刺激我的话 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 还怀着孕 他们还总是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太无辜了 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太无辜了 我们都寻找了 icle私 不應該叫做人贵 z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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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ę cruz assistance 一个人的那种 瘪是有最大的 我要看看你 让我回孕脏 威乐 热脸皮到你家来吃馄饨 然后我还让你背上了那个 那个不好的名声 是不是你倒霉的事 都是跟我有关呀 你前世欠我的 那我得补偿补偿你 怎么补偿 我带你去个地方 这么晚去那儿啊 你跟我走 我告诉你啊 这个地方是我的私人会所 私人会所 从外汇来上海以后 每次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 我都会到这里来 到这里来干吗呀 来散气 我要把身体里面 所有的痛苦 忧愁 悲伤的 不好的气 都散掉 怎么散 正好 身孤心 转一圈 有没有觉得心情舒畅了一些 好像没什么感觉 因为你转太快了 fucked 了 集中注意力 闭上眼镜 开始 集中注意力 呼吸 一 什么感觉 一呼吸 一天地 我真的感觉我心情好了很多 我感觉我的怨气一下子就到了脚底下 然后从脚底下钻到了地底下 轻松了好多 不对 不对 你的气应该在这儿 在球里 我带你来的是想带你踢一场球 这样你不好的气就可以踢走 来 开始 等一下 我现在这个样子好像不能踢球吧 这样吧 我帮你踢 你守门就行了 我守门 你不会踢到我吧 我的交换你还不相信吗 来吧 等会儿啊 等会儿 好了没 好了 好 她用这样的方式开始鼓励我 如果我的人生还在尽尽计较前夫和她的女人 那我的世界起步兜兜转转还是过去的那个我 不 这不是我的人生还在尽尽的 我 没想到这儿 我 我 我 谢谢 谢谢 快进来 兄弟 这是谁啊 这儿 这是我姐 你姐那一块来吧 一块吃吧 对对对对 一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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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别客气客气啥 是吧 真是三宝两脑 吃饱了不想家真的 对对对 来吧来吧来吧 你吃了吗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句话 那你们先吃啊 我出去 兄弟 这不是你姐 是你乡号呗 来 来 我们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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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家明 你真的是年轻不懂事啊 你说你要偷偷租给一个人 人家房东也就这个一眼背一眼了 你现在租给多少个人 八个人 你这是群租 这是违法的 你轻点 你不说我不说 他们不说就没人会知道 你脑子进水了 这八个人进进出出的 人家左立右舍能不知道 他们又不可能 每天都八个人同进同出 谁会知道呀 我那天贴广告的时候 正好被他们看见 他们很可怜 从外地到上海的餐厅来打工 结果老板不干了 他们没地方去 你说这连个着落都没有 你这是收容站吗 我告诉你 你赶紧的退了 怎么退啊 我钱都收了 一个人每个月两百 一共一千六 有你这么赚钱的吗 万一出事不得了 你看看他们现在在那屋子里 用那电磁路找火了怎么办 好好好 我明天不让他们用了 好吧 我要被你给气死了 姐 你这句话说得太有女人味了 好 你知道刚刚那人怎么说吗 他说你是我相好 别喜悲笑脸的 你别生气了 我就是想早点把钱还给你 我又不是明天就等着生孩子 但你要补充营养啊 你看你现在怀着孕 你还去洪峰上班 我怎么好意思欠你的钱呢 我现在每月可以收过房租 然后呢 我又在电脑城那边做一份兼职 对了对了 我明天还要去一家餐厅 我去那儿谈唱 是我以前的老板给我介绍的 你还挺能干的嘛 你看我这么努力 你就夸我一下呗 是你欠我钱还让我夸你 给我点鼓励嘛 傻子 你这么租房子肯定不行 万一出什么岔子 吃不了兜着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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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谈错了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儿 我有点紧张 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 去你 回去吧 ita 去手 快跑 快跑 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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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听嘟嘟提起你 你好 我叫凯文 我可以和嘟嘟单独聊一会儿吗 可以 你是不是因为他才跟我分的手啊 你怎么干这个啊 在这儿谈吉他一辈子也挣不了几个钱 回家吧 你是不是早就跟他好了 你现在纠结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我就是想知道 你是先跟我分的手才跟他好了 还是你没跟我分手就已经跟他好了 这个很重要吗 对我来说很重要 高嘉明 你别幼稚了 你这个人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胸无大志 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很累了 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我们分手是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 和第三者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过了 我不要过那种看不到未来的生活 我想过得舒服一点 轻松一点 可是这些你给不了我 所以我要去追寻我要的幸福 难道这有错吗 也没错 是我错了 对不起 我刚刚的话可能伤了你的自尊 我不是故意的 还有那天刷卡我也不是没犹豫 只是这个包我太喜欢了 五万块太贵了 回头我把钱还给你 不用 五万块钱我挣得回来 钱我一定还给你 我说不用 你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吃了不少苦 我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给你买过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 这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天明 要是在上海混得不好 就回家吧 好歹那儿有父母有家业 你不愁吃不愁穿 也不至于沦落到跑这儿来弹吉他 走什么样的路我自己选了 那好 我也走我自己的路了 这条路挺适合你的 祝你幸福 对不起 祝你幸福 ор的 也会 越来越多了 地索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真对不起啊 这么晚了还把你叫出来 你看你还怀着孕呢 都怪那个房东不合 你说他没说他报我什么警啊是吧 这次你是真的有事了 你第一时间想到我 那我也义无容辞吗 姐 我还真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 我第一次来这派出所就是陪你来的 我想上次是我陪你们 这次也应该是你来救我是吧 你的意思就是咱们俩扯平了 不是 他们打你了吗 我没有 不过我现在后悔了 没听你的劝 你说要是真的打起来 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是吧 真挺后怕 别怕别怕 擦一擦啊 我啪啪啪 我把那换运器都给你打掉 啪啪 姐 你咋那么深深逃逃呢 你那房东肯定不会让你住那儿了 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住的地儿有个事 你不用操心我 什么地儿啊 角兔三窟没听说过呀 你那两个窟在哪儿啊 我住原来同事那儿 男的女的 男的男的 我认识吗 女的 谁啊 我说姐 你能给我点隐私吗 问这么多问题 我信你今天救我出来 你看都这么晚了你赶紧回去啊 我真没事 车来了 你们赶紧走吧 干吗呀 睡好觉 做好梦 师傅 开慢点啊 我实际上 我尝诀 seu年车 有一个小型个人 还能建议 在座位的电话 提醒 让你尝误 也是 小伙子 少喝点 还是让家人带你回去吧 喝多了会出世的 再拿一瓶 老板 喝多了 不满一杯 喂 我这是瑞西酒吧 你朋友喝多了 你赶快过来把他接回去吧 喝多了